但还有一个切札 凯寅 可以跳一下吗 这种感觉 好 好 那种 我看不见 我 别动 注意看 男人的身体突然发生剧烈的震动 在尸骨钻心般的痛苦中 他直接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眼 就发现自己变成了拥有八块腹肌的大帅哥 可就在不久前 他还是一个人人讨厌的胖子 他不仅被外面的人嘲笑 就连家里人也是十分嫌弃他 只因为他没有弟弟妹妹长得好看 所以父母一直都将他仇人看待 这天 他看到一个女孩被混混拦住 虽然他十分害怕 但还是勇敢地冲了上去保护女孩 女孩逃过了一劫 而他也因此遭到了混混们的殴打 直到警察过来 他这才逃过一劫 他拒绝了女孩的关心 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这里 因为他害怕女孩也会讨厌自己 而男主之所以会这么做 这一切都要感谢他的爷爷 爷爷从小就告诉他 他要对所有的人和事抱以温柔地心去对待 只有这样 他才能更好地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正是因为有爷爷的陪伴 他才能一直善良勇敢地生活着 即使面对各种不公平的待遇 他也不会气馁 因为他永远记得爷爷曾经说过的话 可是好景不长 爷爷最终也离开了男主 在临死之前 爷爷将这栋房子和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男主 可是 他那不负责任的父母却企图争夺这些遗产 幸好 爷爷在生前已经做了周密安排 他们这才不得不放弃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他们断绝了和男主之间亲情 男主从此只能依赖打工为生 国中毕业那天 他遭受了不良分子的欺凌 而弟弟和妹妹则在一旁冷眼旁观 因为被欺凌而错过工作时间 他失去了工作 看着镜中狼狈的自己 心中的委屈让他只能不断地敲击镜子来发现 他知道自己的一生都难以改变 然而 男主竟然意外地打开了一扇暗门 这里面摆放着各种奇异的物品 他听说 爷爷年轻时游历过各地 经常写回奇异的纪念品 原来 这一切都藏在这个秘室里 墙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门 他推开门后 面前弹出一个窗口 这上面提示他获得了鉴定和忍耐技能 并且 他还得到了四个不同的称号 这是通往异世界的大门 是连众神都无法察觉的神奇之门 作为这扇门的持有者 他将获得各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他还能使用一个收纳背包 而且 男主升级的速度非常快 他还可以指定其他人通过这扇门 还能让门出现在任何他所在的地方 他将异世界的物品交换成当前世界的货币 查看自己的属性念短后 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所有的属性依然离谱 但通过升级可以获得点数来分配这些属性 作为第一个穿越到异世界的人 他的点数是普通人的十倍 他迅速理解了一些文字 获得了理解所有语言的能力 这屋子之前的主人是一位贤者 贤者过世后 这一切的所有权都归发现者所有 如今除了他 外人无法入侵 而闲者的收藏品也十分离谱 他随便一把剑就能劈开世上的万物 他来到室外 发现栅栏内都是属于他的地盘 男主只是尝试挥剑就吸得剑术技能 随后 他实验了各种武器 有丢出去必定命中对手 还会自己返回的绝枪 有连死神也能杀死的死连 只要被气砍中 再小的伤也会成为致命伤 有攻防一体 能将一击化为无限的攻击护手 而且 还有能根据主人的意思无限生产剑势 一射必中的弓箭 因为他学会了全部武器的技能 于是 这直接融合成更强的真武术 这让他可以精通任何武器和格斗术 突然 屋外冲出一只300级的红魔兽 想要闯入这里 只见他拔出巨树砸向男主 却被屋外的结界拦住 男主尝试扔出长枪 直接贯穿红魔兽 随后 长枪自己又飞回身边 而他等级直接升到了100 红魔兽很慷慨 直接抱了一套装和魔石 男主在分配好了属性点以后 就累了 他准备回家了 可这时 他被提示可以变卖装备模式 随后 他的装备材料变成了150万的日币 半夜 男主身体重组 痛苦至极 次日醒来 他发现肥胖的身体多了八块腹肌 他觉得身体很奇怪 但没意识到哪里奇怪 系统很周到地帮他准备了一套衣服 他能自动调整适合尺寸 能保持恒定温度不会脏 还能自动修复 他注意到院子里有无限浇水壶 凡被此壶浇水 必定枯木逢春 人类喝下之后 还能增加魔力 地上种了能治疗所有伤势 疾病的复原草 以及各种离谱的蔬菜 男主已经看麻木了 就连外面那只200级的地狱史莱姆也是 他再次投射长枪 将史莱姆秒杀 并获得了稀有道具黑月项链 他能提升男主在夜间的各项能力 而他自身等级也再次来到了150级 他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能力就算再强 可在地球 他依旧还是那个被人欺负的人 不料 这边的一切都能带回地球 于是 男主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大帅哥 同学得知他的身份后 都显得有些不敢相信 等他来到洗手间照镜子后才意识到 自己模样变化居然这么大 而弟弟妹妹伙同混混们将他带到角落 即便男主变帅 还是被他们继续言语嘲讽 此刻 路边突然停下一辆豪车 下车的人正是他帮忙解围的少女 少女主动和他打招呼 还邀请他来自己的学校就读 这下子 弟弟妹妹不淡定了 他们看出 女主身穿的制服是超级精英学校王兴学院 而且 他的父亲更是学院理事长 所以 他这次是刻意来感谢男主的 希望男主能去学院上学 男主十分自卑 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可弟弟妹妹厚着脸皮 希望把机会给他们 相比男主 他们在各方面都更加优秀 可这却遭到女主的严厉拒绝 男主是他的恩人 他自然不会让侮辱男主的人入学 不仅如此 他们平时的言行也被调查得清清楚楚 王兴学院比起能力 更重视人品 所以男主想要入学的话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女主热情地牵着男主 让他先去看看 只留下弟弟妹妹待在原地 理事长就他保护自己女儿的事情表示感谢 虽然他认为自己没做什么 但这种事情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优秀品格 这与本校的理念完美契合 理事长直奔主题 想让他入学 作为保护女儿的感谢 男主的学费将全免 男主自卑地认为 只有天才才能在这里念书 理事长问他 什么是天才 他对天才的理解是什么事都能办得到 理事长却认为 天才只是在面对事情时 能比他人更快找到正确努力方式的人 只要努力 他就一定会接近正确答案 每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 但这不该是在年轻时就下定论的东西 只有挑战 享受过各种事物之后 他再做结论也不迟 他在这里只需要逐渐面对自我就好 毕竟 眼见为实 理事长让他先使用一次一日体验卡 他打算把男主分到老师泽田的班上 泽田因授课简单易懂 深受学生欢迎 此刻男主很紧张 这扇门后面都是能短时间找出正确努力方式的人 虽然他很害怕 但不管即将面对什么挑战 都比不上他之前被霸凌的学校 他鼓足勇气 上台做了自我介绍 但台下的学生全都一脸惊恶 大家都被男主的美貌震惊了 随后 泽田把他分到了靠窗的座位 老师让隔壁的冰糖与他一起看课本 冰糖动作麻利地与他坐在一起 但对男主的问号 他回应得十分冷淡 男主以为自己让人讨厌了 可他却没注意到冰糖一直在偷鸟他 他发现这里的授课内容 和普通学校没有区别 但学生都相当积极 课间 男主立马被同学包围 他们以为他之前是不是在当偶像 这时 一个男孩亮出面帮男主解围 并邀请他一起吃午餐 男主被学校的食堂吓到了 这里不仅菜品丰盛 价格还极低 他们和同班的圣物同学拼桌 随后亮和圣物开始聊起动漫 圣物推荐的动漫他觉得超好看 男主意外 这里的天才竟然也会看动漫 他注意到 周围不论男女都在看着自己 他以为是因为不同的制服 实则是他的长相太过帅气了 亮虽然擅长各种运动 但因为不知该如何抉择 他最后直接选择回家待着 他管这叫凡事都乐意挑战 圣物则是十分喜欢玩游戏 并且还会把游戏机带到学校 因为老师清楚他不会上课玩 所以并不在意 体验卡很快到期 这大半天的体验让他很开心 特别是每个学生看起来同样也很开心 还会将他当作普通人对待 话虽如此 他还是很犹豫自己够不够资格待在这里 理事长认为 自我评价的同时 他人也能做出评价 他认为男主有就读这里的价值 最终 男主同意来这里上学 女主因为在意 早早等在门外确认 得知他同意后 他也就放心了 他邀请男主来附近的街道逛街 男主目前是第一个和他逛街的人 因为他的家世和理事长的关系 其他同学都会有所顾虑 但他怎么都想和男主来一次 听到这句话 男主有些害羞 他带他来到甜品店 女主第一次吃甜品 感觉很幸福 他激动到想把全部口味都吃一遍 男主看向自己的八块腹肌 他担心万一吃过头又会变成之前的样子 他好奇女主怎么会认识他 毕竟 现在的他与之前差了很多 女主却并未在意 因为他的眼神没有变化 虽然外形的确好看了很多 但他那双温柔的眼眸却从未改变 唯一让他不开心的是 男主不愿意喊他的名字 他希望男主以后直接喊他名字 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他兴奋地要将自己的甜品喂给男主 因为只要交换吃对方的 他们就能更快完成全吃一遍的成就 看到男主吃完之后脸红的模样 他才意识到这是间接接吻 男主这时也是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 他把自己的甜品也分享给女主 这样一来 大家都扯平了 第二天 男主便再次前往异世界 他依旧躲在安全区内猎杀地狱史莱姆 但如今 他的升级速度已经逐渐缓慢 他想要变强 就必须去外面寻找更强的魔物 可他刚一出去 就听到远处传来惨叫 路上都是惨死的人类 此刻 一只哥布林将军想要对人类少女示意毒手 哥布林将军发现了男主的存在 准备先把他杀掉 男主投射出神器长枪 长枪被哥布林打飞之后 他一脚直接提到哥布林的脸上 将其打倒 随后 他看向一旁的人类女子的时候 哥布林重新起身从后面偷袭 此刻 他的力量和速度都不是哥布林的对手 于是 他说能斩断一切的神剑将其斩杀 随后 他来到受伤的女人身边 对方隐约看到男主之后就彻底昏迷 附近再次传来人类呼喊的声音 男主立马隐身躲在一旁 他从赶来的人嘴里得知 女人原来是一位公主殿下 男主自从变帅以后就没换过衣服 于是 他决定出去置办几身新衣服 一路上 几乎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无论男女 男主受不了这些视线 只好赶紧买完离开 与此同时 还有摄影师正在商场拍广告 但男模特却迟迟未到 连累大家伙和这次的女主角梅雨在这里哭等 摄影师仍不可忍之下决定就地取材 他准备就在现场找一位合适的人选 此时 男主被琳琅满目的商品看花了眼 路过的小姐妹找到男主搭讪 希望能陪他一起逛街 他们还不停打听他有没有女朋友 男主知道这种情况需要明确拒绝才行 但他又不能让对方感到不愉快 于是 他只能找借口 等下还有事 随后 摄影师和男主在电梯上擦肩而过 摄影师眼前一亮 这不就找到了吗 他把目前的情况告知男主以后 善良的男主答应了帮忙 于是 他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梅雨的男友角色 梅雨看出男主此刻非常紧张 毕竟 这是他第一次拍摄 但幸好有他在 今天才能顺利拍摄 因为大家的行程 只有这个时候能够配合 男主却感到十分害羞 因为他和梅雨挨得太近了 视线都已经无处安放 他很佩服 和自己岁数差不多大的梅雨 做事总是很淡定 而他无论怎么拍表情都很僵硬 为了让男主表现得更加自然 摄影师让梅雨多和男主进行肢体接触 终于拍摄结束 梅雨递出手帕帮男主擦汗 今天的事情 让他体会到了当模特的辛苦 曾经的他根本没机会做这种事 哪怕是看杂志 他也会感觉那是两个世界 但亲身经历之后 他才发现 乍一看五彩炫目的世界 实际都是工作人员在背后的付出 他好奇 梅雨当初为何要选择当模特 可他也不清楚 大概是想要被人关注 只因他的父母忙着工作 没有太多的时间关心他 他一开始是为了获得父母的注意 可自从收获粉丝 有了他们的加油支持以后 他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能让读者和画面另一头的人感到开心的话 他也会为此感到兴奋 现在他会觉得 若有人因为他对这一行感兴趣就好了 因此 男主也只需要充分享受当下就行 他要做的就是 将每个瞬间转化成自己的养分 男主和梅雨的交流很愉快 摄影师则在一旁抓拍 两人交谈之际 出现一个不速之客 这个叫真祥的男人 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一出现就引起围观女生的热议 原本安排和梅雨拍照的人就是他 但他的品行不好 喜欢耍大牌 他还无所顾忌地当众骚扰女同事 男主上前制止 梅雨似乎不喜欢他这样 黄毛不满自己说话被人打断 出拳想要教训男主 不料 他自己却被一个过肩摔摔倒在地 男主诧异他的动作太慢了 他担心自己这样会闯祸 他万一因为丑男打帅哥 被大众责骂就完蛋 但围观的人却纷纷为男主的行为给予支持 而真想骚扰和打人的经过都被拍下了 他只能狼狈地逃离此地 从此之后 这个男人将在模特圈寸步难行 梅雨终于可以安心了 最近他因为这个人的纠缠很伤脑筋 摄影师觉得 男主很适合进入这个圈子 他希望能和他签约成为专属模特 能和专业人士一起共事让他很开心 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不觉得自己毫无经验的人 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因此 他只能婉拒这份邀约 摄影师虽然很遗憾 但选择尊重他的想法 毕竟 年轻人就该去挑战各种事物 作为今天的报酬 他为男主挑选了一些适合的衣服当谢礼 男主不好意思 想要拒绝 可干工作的人就应该得到某些回报 这是社会的常识 事后 摄影师对于男主还是很可惜 毕竟 以他的条件必定成为行业顶尖人物很很简单 只可惜男主对演艺圈没兴趣 梅雨对男主也充满了好感 要是有机会能再次一起工作就好了 此刻 他还会注意到自己一想到男主就开始脸红了 而另一边的异世界里 公主带人回到了到处都是魔物的大魔镜 面对魔物的袭击 让骑士们自顾不暇 此时 公主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哥布林 眼看公主要死在这里了 男主再次出手救了他一命 公主迫不及待地来到男主身边 他想要找到男主 只是为一件事情 那就是和男主结婚 这下子 公主的手下不乐意了 他们还不知道男主是谁呢 但公主却直接生气了 他不想被护卫管到这个地步 他对男主已经一见钟情 男主提议先去家里做作 毕竟野外还有危险魔物 众人吃惊 这种地方竟然还能住人 护卫介绍 他是王国骑士长欧文 一旁的则是王国第一公主蕾克西亚 男主也被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 自己随手一救的人竟然是大人物 作为第一公主 他目前是王位继承第二顺位的王族 而男主的名字在王国很少见 公主小声议论 误会他是一国贵族 或者 他是为了研究浪迹天涯的魔术师 他开始幻想 男主或许是一国王族也说不定 他很向往王族之间的恋爱 欧文解释 他们此行就是专门来找他的 公主无论如何都想当面和他道谢 自从上次被他从哥布林手里救下之后 公主内心就一直激动不已 因此 他希望男主和他结婚 男主性格保守 他觉得刚见面的两个人结婚可能不太好 他的本意是让公主知难而退 可是公主却反而因此兴奋起来 他知道万事开头难 如果事情一开始就顺利进行的话 就太无聊了 公主充分理解他的担心 因此 他愿意先和男主从朋友开始 男主想到以前被欺负的日子 对于多一个公主朋友自然不会拒绝 除此之外 欧文还带着其他任务 国王表示想当面和他道谢 因此 他想请男主到王城见见国王 从这里移动大概需要五天时间 男主打算等下个周末再去 希望他们先等自己一段时间 欧文同意了 日期随男主指定 公主十分期待下次见面 他一定会让男主喜欢自己 此刻公主还不清楚 自己第一次遇险是王子在背后搞的鬼 今天是男主正式入学的日子 体育课的时候 大家都在玩耍 只有男主一个人坐在台阶上 这时 一个女生过来问男主怎么不去操场 男主这才说出了自己还没有运动服 所以没办法参加体育活动的事情 女孩是男主的同班同学 封建为了显得亲密 让男主直接叫自己名字 此刻 小亮被对手围成人墙 他将球传给了队友一只赖 只不过一只赖一个不小心 直接将球踢飞了 幸好男主即使出手 不但救了封建 还直接进球了 不得不说 男主真的太酷了 这下子 封建直接心动了 一只赖为刚才的事情道歉请 求原谅 因为没有出大问题 封建并未责怪他 而因为这件事情 男主一度成为女子更衣室里热议的话题 女主听到男主的名字 好奇发生了什么 封建激动地讲述刚才的一幕 冰糖总结了一下 就是男主把飞向封建的球踢了回去 射进了超远的球门里 那动作一看就不是正常人可以做到的 妹子们开始好奇男主有没有女朋友 毕竟 以他的颜值 女朋友肯定也是一个大美女 女主和封建都不愿意相信 而此刻男主在座位看向窗外 上体育课的女主正对着他打招呼 突然有人冲了出来 学生们认出 他们是附近凶狠的混混们 而男主对他们最为熟悉 之前他就一直被对方欺负 而同行者还有男主的弟弟妹妹 他们此行就是要来搞破坏 发泄心中的不爽 弟弟嚣张地表示 没有比对他和男主报仇更开心的事情 女主告知警察马上就到 现在离开可以不去追究 不料 妹妹完全不在意 在警察来这里之前 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 他可以将女主抓走慢慢折磨 只可惜男主不在 不然他也会被一起带走 男主起身想要出手相救女主 可他的双腿却止不住颤抖 过往被人欺负的恐惧记忆涌上心头 即便他在异世界能跟几百金魔物战斗 但他内心对于弟弟妹妹一行人的恐惧 还未消散 男主强行让自己恢复清醒 他决定不再隐藏实力 他当着众人的面 从四楼一跃而下 随后 他迅速来到黄毛跟前 黄毛不屑 即便来到这种地方 男主依旧只配当他的沙包 他让小弟一拥而上 男主迅速躲闪 躲走混混的武器 比起教训这些混混 拯救被抓住的女主更为重要 但前方出现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对方自信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男主速度再快也没有异 可一旦出手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 男主只用一只手 便让他动弹不得 他随意将对方丢到身后 不再搭理 混混们也自动奋出道路 让男主来到女主身边 可是混混头目却不罢休 驾驶摩托冲向男主 这接下来的剧情就十分离谱 为了配合男主的气势 你们真就演都不演一下 最终 所有混混全部落网 女主身体突然贪软 被男主抱在怀里 大庭广众之下 两人就开始了眉怒传情 坏人弟弟遭到了反噬 被头目掐住脖子 要是没有他的话 他们也不至于被抓 小弟们纷纷附和 要求杀掉这对坏人兄妹 而男主也是真的善良 即便是这样 他还愿意出手救下坏人弟弟 头目准备趁机反击 却被男主的一个眼神 吓在了原地 即便他从小被弟弟妹妹欺负 但他依旧无法对家人视而不见 他还露出自以为很帅的表情 坏人弟弟妹妹突然就改过自新 决定重新做人 这天 男主在森林深处发现 一只半兽人王正在虐待狗 对方两万的攻击力让他望尘莫及 但他没办法对狗视而不见 男主稍作犹豫 便取出神枪神剑 他准备投射神枪 转移半兽人王的注意力 不料 神枪直接把半兽人王瞬间击杀 稍等一下 他想起开局自己也是一击 就能秒杀百机怪 而做出这种神器的闲者又该有多强呢 此刻羞狗一脸警惕地盯着男主 他取出恢复药水 想要救治羞狗 羞狗呲牙咧嘴了一会 便重伤昏迷 在用了恢复药之后 羞狗伤势瞬间恢复 他的态度也立马转变成宠物狗 羞狗能听懂男主的话 他没有父母 一直在大魔镜流浪 于是 男主决定收养他 他没有拒绝 顺势被男主驯服 而他的属性也是强的离谱 男主根据毛色为他命名为奈特 此刻 他才有空查看半兽人王的掉落物品 其中还有毛疏这种日用品就十分离谱 他能为毛发补充营养变的光亮 还能修复死亡的毛囊 这简直就是 是掉头发患者的救星啊 羞狗有幸成为第一个使用者 随后 男主带着羞狗来到现代世界 成为看门狗 他和同学打停附近的宠物店 封肩忍不住贴近男主 好奇羞狗的模样 直到男主害羞地出声提醒 他才意识到不合适 男主解释 自己连手机都没有 毕竟 在此之前 他根本没有需要联系的人 正好学员附近的商店街 也有一家宠物店 但两个好友都没有时间陪男主 于是 封肩主动提出可以同行 只要男主不介意的话 那男主必须不介意 男主回家道歉 他不该让羞狗当贪门狗 但他就是不改 以后还要继续 封肩之前帮他选了很多养狗必备的玩具 帅哥与狗的组合在附近公园 十分让人羡慕 女生们脸色飞红地在一旁偷看 男主第一次知道在外遛狗的人 即便不认识也会有人打招 随后 他还偶遇了笑话女主 女主也注意到了羞狗 他解释这是自己的新家人 女主想要摸摸羞狗 羞狗也喜欢可爱女生 主动给他摸 俊男靓女 再加上羞狗的组合 引起路人的驻足为观 女主好奇 羞狗是什么品种 男主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 毕竟 他总不能说是芬莉尔 他只好解释是品种不知道 即便如此 他也能看出羞狗很开心被男主收养 就在这时 另一个妹子也出现了 原来梅雨的家就在公园附近 他平时会在这个时间散步 女主认出 梅雨是那个模特 这下路人更加不淡定了 帅哥美女身边又多了一个美女 不过话说 你这么看美女真的不要紧吗 得知男主最近打算都会在附近遛狗 梅雨很开心 以后他们还有机会在这里偶遇 他也因此多了一个散步的乐趣 等梅雨离开之后 女主才扭捏地打听 男主和对方是不是在交往 男主连忙否认 没有的是 他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梅雨 女主激动地表示 不许他妄自菲薄 突然 周围传来呼叫声 有老太被人抢走包包 男主让修狗去追劫匪 他则拉着女主来到被抢的老太身边 不一会的功夫 修狗就拖着劫匪回来了 他拜托女主帮忙打电话报警 谁知 劫匪正拖修狗之后持刀刺向女主 不用担心 男主会出手的 他凭借一套敏捷的动作 迅速地制服了歹夫 这引起众人欢呼 真的太酷了 女主就也是十分离谱 明明他刚经历了校园骚动的时间 还是担心他被打 他又被男主救了一次 可他似乎忘了 自己就是被男主拉过来的 事情结束后 男主再次回到大魔镜探索 他在森林深处 发现一头长着冰火水晶长脚的巨鹿 巨鹿的能力 只比之前的半兽人王还要高 并且似乎还会魔法 男主一时之间没想好怎么下手 不料 巨鹿似乎感知到了他的存在 回头看向这边 男主见失去了偷袭的机会 只能选择正面冲上去 修狗率先深找攻击鹿角 可他却反被巨鹿先后用火焰和冰魔法击退 男主见没有近身的机会 只好让修狗先想办法让巨鹿出现破绽 随后 修狗在巨鹿周围进行高速移动 巨鹿使用冰火魔法 朝四周进行无差别攻击 修狗找到机会伤到巨鹿 男主则趁此机会 近身用神剑将其击杀 此刻 他才知道之前太天真了 他越往里面走就越不能大意 谁能说说 异世间魔兽为什么会掉落万能露天温泉 并且 这还是超豪华便携式的那种 不需要维护和清醒 即便他是在大马路泡温泉 外面也看不到里面的景象 男主没忍住 立马回家享受了一下 随后 他又遇到了一只高敏的强大魔兽 但这只魔兽脑袋不太聪明 自己一头扎进了石壁 露出柔软的腹部 男主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顺利将其打倒 这次 他发现自己和修狗终于升级了 并且 两人的能力值提升幅度也是一样的 突然 被魔物撞到的墙壁崩塌 没有发现任何魔兽 可他却在罪里面发现一具骸骨 而骸骨手上拿着的竟是一本贤者之书 书中记载贤者是世界最强人类 无论是魔法剑术还是生活技能 贤者在所有领域都到达了顶点 甚至 他以人类之躯就踏入了神之领域 但他拒绝众神的邀约 拒绝成为神明 贤者不愿继承他遗产的人 也沦落到让身边人都害怕的下场 他就是因为太过耀眼 导致孤身一人 最终 他只能孤独地死在无人的角落 但男主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不让人感到害怕 此时 书中传来声音告诉他 只需要建立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 朋友也好 恋人双亲也罢 他需要找到了解一切之后 还愿意陪在身边的人 对于才交到朋友的男主来说 这个要求多少有点困难 书中最后记载 男主可以提一个要求 男主最想学习魔法 于是 贤者之书冒出金光 贤者将他的魔法知识全都写在书中 只不过男主是异世界人 身体没有魔力回路 用不了魔法 但是没关系 贤者会把他的魔力回路送给男主 他的魔力回路是这个世界最稀释的珍宝 与其消失还不如送给他 造福世界 被贤者祝福的男主迎来了幸福的人生 他也因此成为天赋最强的魔法师 更夸张的是 一人一狗全都获得了好处 他只需将魔力汇聚在掌心心中 想象想要发动的魔法即可 并且 如果他对自己发动的魔法命名的话 释放起来会更加轻松 男主和小黑子同时想象释放水球术 可这威力却属实有点过分 与此同时 骑士回到王都复命 他们成功和男主在大魔镜接触 并将男主当成一国人士 他还拥有超级显眼的外貌 他希望国王能劝说公主 毕竟 当时公主求婚的时候吓了他一跳 不料国王反应很强烈 他不能接受最可爱的女儿 被突然出现的男人拐骗 而另一边 自从获得使用魔法的机会后 男主就开始思考如何使用 老师表示 下周会有校外教学 所有人都需要在野外生存三天两夜 男主被分到和封建一组 而且 同组的人还有黄毛以及神器同学 男主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背包 爷爷很爱外出旅行 他应该能找到大的行李箱 封建健壮愿意陪他一起去买 大家愿意和校花一起逛街吗 他反正很兴奋 也没想到男主竟然认识女主 毕竟 他可是理事长的女儿 浑身散发着高贵气质 女主帮男主推荐了一款背包之后 他们就开始顺着夸奖起来 买完包后 众人来到了游乐场 他很想要娃娃机里面的二次元老婆 但他加娃娃的技术很差 男主毛遂自荐要来帮忙 他用技能找到只要戳一下 就能重心不稳的弱点 然后 他再用熟练的操作 一次性便成功加到物品 其他人不淡定了 纷纷请求男主帮忙 不愚会的功夫 大家都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男生提出去七楼喝咖啡 女孩子们却准备去13楼逛服装店 可在他们喝咖啡的时候 商场发生火灾 起火点是十楼 现在火势已经蔓延到七楼 男主知道 楼上情况只会更严重 风间打来电话表示 他们来不及逃走 男主不顾阻拦前往楼上跑去 女生们的笑容由他来守护 很快 男主就来到十楼起火点 仅凭商场的洒水器 根本无法抑制火势 现在正是他使用魔法的好机会 男主想象用魔法将水覆盖在身体周围 之后 他便朝着女主他们接近 此刻除了女主 另外两人已经昏迷 女主隐约看到男主似乎在火中奔跑 等男主赶到之后 三人都已经失去意识 他用赶制确定附近已经没有其他人 之后 男主一个人带着三个女生 在火海里寻找出路 出口已经被残骸堵住 能逃离升天的手段只剩一个 他直接破坏地板向下逃走 最终 他成功带着女生们脱离危险 李市长将他当成救命恩人 感谢万分 至于他是怎么带人逃生的过程 也被男主绞尽脑汁蒙混过关 即便如此 男主都还不忘捡回女主喜欢的凶针 他羡慕其他人都有家人 而他只有一只小妃子 此时 异世界内也不太平 一只兔子遭到了神秘少女的袭击 兔子不解 他为何要袭击身为踢圣的他 此刻 少女身上散发着邪的气息 而他攻击的手段则是公胜的招式 少女表示 他要毁掉这个无可救药的世界 因此需要兔子的力量 这次只是一个邀请 之后他还会再来找他 兔子知道事情不妙 为了守护世界 他也需要为自己的力量寻找一位传人 另一边 男主给小黑子准备了狗粮 一人一狗在山洞里探索 任何怪物在他的神器面前 都逃不过变成装备的命运 探索结束之后 小黑子很沮丧 但很快 他就察觉到异常 他带着男主一路小跑前往森林深处 小黑子叫唤 提醒男主隐藏气息 此刻 前方不远处有一位受伤的女生 他正在被一群绅士哥布林围观 男主想要上前英雄救美 可小黑子却咬住了他的披风 阻止他过去 哥布林高阶肿朝女孩挥舞大棒 一转眼的功夫 他挥舞的手臂便离开了身体 高阶肿连忙呼唤小弟帮忙 女孩双手之间出现纤细的丝线 艰难抵挡 高阶肿利用偷袭 直接将女孩踢飞 男主做不到做事不管 他手持神剑朝高阶肿劈下来 他配合着小黑子一同 将周围的哥布林全部消灭 不料 他身后出现密密麻麻的赤红双眼 更多的哥布林就隐藏在黑暗的森林里 于是 男主再次召唤出一条鞭子充当武器 这条鞭子强度太过超标 边间的数量会随挥动次数增加 而且他还带自动锁敌 以及将缠上的目标功能 经过男主的努力 周边的魔物已经被消灭一空 这样公主再来这里见他也更加方便 他准备把女孩抱回家 但小黑子呲牙咧嘴地表示反对 此时女孩已经苏醒 看到男主之后 他疯狂挣扎着摔到地上 男主取出恢复药水 只要女孩喝下之后 伤口就能复原 见女孩怀疑的样子 他准备先试毒 女孩这才放心地接过药水 他身体的伤势也在快速愈合 但小黑子依旧对女孩保持紧闭 他介绍自己叫露娜 被男主问为什么来这里时 他是这样说的 他在修行的时候 遇到了一群高阶种哥布林的袭击 得知男主一个人就将他们消灭之后 露娜震惊于男主的实力 男主谎称 自己也是在这里修行的 这下露娜不淡定了 他没想到真有人在大魔镜修行 因为接连的战斗让他浑身都是汗臭味 他又不能这么邋遢地回到城镇 如果附近有条和能洗澡就好了 闻言 男主取了出自己的露天温泉 借给露娜使用 得知男主是打败了水晶路爆出来的装备 他再次感叹 男主不愧是在大魔镜修行的男人 而他只是接受委托才来到这里的 只不过男主并未听见 露娜希望能和男主一起修行变强 他知道如果拒绝的话 对方就会一个人修行 男主会担心他的安全 于是 男主答应陪他一段时间 露娜开心地拉开帘子 见男主一脸羞涩的样子 他却并不在意 反正之后 他们就是共同出汗的关系了 男主和陌生女生在大魔镜修行期间 从对方身上学会了许多战斗技巧 露娜的实力也在飞速提升 在配合小黑子的情况下 他已经可以斩杀高阶种 但露娜却还不满意 如果他想要完成任务 就必须变得更强 只可惜 男主明天开始就要离开了 露娜虽然意外 但又能理解 毕竟 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事情 男主不解 今天露娜反常地让他先泡澡 只因他想在最后一天 和男主一起做运动 露娜阻止了想要离开的男主 他很感谢男主 这段时间愿意配合他的任性要求 也多亏了他 他才能顺利变强 男主的温柔体贴 让他稍微感受到了世界的光明 事后 男主前往校外教学 但车上他哈气连连 俨然一副昨天没有睡好的样子 车上 大家玩着抓乌龟打发时间 男主轻而易举达成五连胜成就 他知道自己一直会赢的原因 一定是能力指点了太多的原因 他开始怀疑 昨晚的那一幕也是运气关系 等他被同伴叫醒的时候 车子已经来到了目的地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豪华建筑 而他们的教学内容 则是两天一夜的野外生存训练 附近的山中有丰富的野生食材 河里也有鱼 生存学校只会提供少量的米饭 其他的食材都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封建担心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 可老师并不担心 因为他们在料理食材之前 必须先拿给老师查看 就算万一吃坏身体 黄泉老师也会为他们提供治疗 封建表示 黄泉老师的保健室 总是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传闻学生在经过附近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不明的惨叫声 金毛为了保险起见 打算一整天不吃饭 可他却遭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 这不仅是教学的一环 也是班级的对抗赛 比赛的结果直接关系到 他们班的绩效考核结果 不仅如此 大家想快点完成任务之后回来 毕竟 大晚上的留在山里会很恐怖 不料 这栋建筑是老师们住的地方 学生今晚只能住在野外 场内瞬间传来一阵哀嚎 金毛自信无比地表 是无论是钓鱼还是采集野菜 他都能轻松搞定 三人却直接将他无视 神奇安排男主和封肩负责钓鱼 他受点委屈和金毛一起采集野菜 等男主来到河边才发现 这里早已聚满了人 男主用技能感知到了 前面还有一个好地方 虽然水中有很多鱼 但这里是浅滩 很难钓到 于是 男主挽起裤脚直接下河 此时 水中鱼的速度和大魔镜的魔物 根本无法相比 他只要用上从露娜身上学会的知识 观察鱼的想法 配合他们的动作 再加上他自己的身体素质 他徒手抓鱼也不在话下 男主瞬间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很快 桶里就装满了鱼 他却不知道的是 露娜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刻 露娜眼前的人偶 在他手中的丝线下同时被斩首 只因他从小就成为了暗杀者 世人送外号猎头者的暗黑工会议员 这天 男主因为徒手抓鱼 赢得了众人的钦佩 而和他同组黄毛却累到不行 只因女同学任意使唤他 他不仅被逼着去踩悬崖上的野菜 还要以身试毒 他甚至被当成引诱熊的诱饵 男主担心他中毒 可黄毛却一脸无所谓 只要是为了大家的笑脸 这些都不算是 所幸男主鉴定发现黄毛身体没有大碍 经过四人的努力 食材收获颇丰 在找泽田检查的时候 男主遇到了大老婆女主 二人当其他人不存在 开始聊天 虽然黄毛听其他人说过 但亲眼看到他和女主这么亲密 他很羡慕 他也想跟那位公主变亲近 男主一脸不解 神奇解释 因为女主是理事长的女儿 再加上他平时的优雅举止和温和个性 私下不少人都称呼他是公主 泽田检查他们的食物 表示他们是唯一采集的食材都能吃的小组 殊不知 男主早就将鉴定有毒的食材提前拿走 泽田很开心 这里他离提高奖金更进一步 除了收集食材以外 学生做料理的水平也和泽田的奖金挂钩 三人默契地看向男主 于是三人全程为官 男主则靠着学习两年半的厨艺 做出了丰盛的晚餐 并且 他还成功吸引到了正在喝酒的泽田 众人试吃以后全都沉默不语 他们没想到男主的厨艺这么厉害 即便老师们每天都吃着一流厨师做的料理 可他们却还是会觉得男主的料理更好吃 男主谦虚地表示 以往他都是自己自足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料理味道怎么样 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让他生出一种成就感 泽田这顿是吃开心了 他希望男主能跟自己结婚 因为他不仅邋遢又不会洗衣做饭 这些年 他一直忙着学习和搞研究 所以一把年纪还没谈过恋爱 而男主的厨艺已经彻底将他征服 众人实在不忍直视 毕竟 老师对学生出手 这属实离谱 男老师则认为他也配不上男主 封间更加不同意 神奇则看热闹不嫌是大 骚乱结束之后 男主还不忘回家给小黑子做饭 他很喜欢看别人因自己而高兴 这次看自己做的料理大受欢迎 他更是开心到不行 黄毛则看着地上的脚印发呆 随后他又在森林里发现了 树上布满凌乱的爪痕 这让男主回想起之前黄毛说过 被当成熊的诱饵 此时 女生们刚好和熊正面相对 很快 森林中就传出女生的尖叫 泽田躲在桌子后面 让他们过来避难 随后 趁熊撞到桌子的功夫 他带着大家逃向一旁 半路上 泽田被绊倒了 男主在千军一发之际抱住了熊的爪子 一人一熊短暂地僵持了两秒半 男主不再隐藏实力 直接将整头熊重摔在地 本来以泽田的立场 应该批评男主和熊对抗的行为 但毕竟多亏了他的保护 他才能活下来 因此 这次他就不追究了 他甚至想把自己奖励给男主 即便被男主拒绝 泽田也不气馁 事后女主表示 这头熊以后会和看门狗一样 当成看门熊饲养在这栋设施里 并且 学院已经和市政府取得许可 这波操作让战斗民族看到 肯定都直呼离谱 如果以后这头熊还敢伤人的话 到时候他们就会把他当成一盘菜吃掉 外出教学落幕以后 便是男主和国王见面的日子 男主提前回到异事界 他带着小妃子 将公主过来的必经之路上的魔物清理一空 任何魔物在闲者的锤子下面 都将化为积分 这次的魔物给男主爆出了一张恶魔面具 此时 男主没注意到身后有人正在监视他 兔子将他猎杀魔物的经过全都看在眼里 踢身很满意 他终于找到了可以继承自己绝招的人选 很快 公主的马车出现在视野内 但小黑子却发出了警惕的低吼声 接下来 公主将邀请男主一同前往王洞 因为男主答应了与他们面见国王 公主一行人再次向男主行礼表示感谢 这时 小黑子却突然将公主扑倒在地 然而就在下一刻 一旁的大树变向公主之前所在的地方倒下 男主发现了附近出现未知的丝线 他知道 小黑子是提前察觉到了这个 才救下的公主 暗中的杀手对于行动失败很不满 可他却不知 小黑子已经顺着气味带男主追了上来 随着面具掉落 男主才发现原来是熟人 此时 公主也赶了过来 男主向他道歉 他希望先延迟出发 因为他需要带露娜先回家疗伤 他相信露娜其实不是坏人 公主没有拒绝 正好 他又能去男主家里 并且 他也很在意露娜为什么要袭击自己 以及他和男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男主发动顺移魔法 丢下守卫直接回到家中 而公主也需要男主给出一个解释 要知道 这可是只存在于故事中的传说及魔法 一旦被世人发现 连常识都会被颠覆 甚至 这是他们不惜发动战争也想掌握的能力 这一刻 公主对他的爱慕到达了极致 不仅如此 他知道露娜只是在装睡 同时 他认为男主也早就发现了 只是因为体贴 他才装作不知 他希望露娜可以讲讲自己的事 男主也想借此了解 他为什么要暗杀公主 原来 露娜自幼就是孤儿 为了生存 他整天做着偷鸡摸狗的勾当 直到某日 他被一个男人收留 他不仅学会了读书 验子以及各种知识 他还被传授了生存技术 但这些本事几乎都与暗杀相关 只因收养他的师父 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公主了解 他师父是暗黑工会的成员 这是专门承接各种 脏活累活的非法组织 而成长起来的露娜 顺其自然也加入了暗黑工会 在完成了无数委托之后 他也收获了猎头者的名号 公主面露金色 这是连他都听说过的 一流暗杀者 男主后知后觉 他此刻才明白 小黑子从一开始就发现了 前不久 露娜接受了一个委托 是要求他杀了王国第一公主 结果 他却成为了如今的阶下囚 他已经做好被公主处死的心理准备 因为要是被公会知道任务失败 公会一样也会派刺客对他进行灭口 反正他横竖都是个死 见男主犹豫 他故意说 男主没必要担心自己这种人 说起来 他们也只是短暂修行过的关系 然而 男主肯定不能视而不见 即便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暂 但那段时间他过得很开心 他也早就把他当成了朋友 露娜觉得太迟了 自己的未来已经无法改变 公主不满自己仿佛被排除在外 他更不理解 露娜总是以死亡为前提在讲话 既然他和男主认识 公主决定以德报冤 雇佣他当护卫 反正 露娜暗杀自己的事实没有别人知道 只要露娜成为她的人 以后暗黑工会也没办法随意灭口 此刻 他全然忘记对方刚才还要杀了自己的事情 就连男主都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但露娜却有些自卑 他觉得自己不配待在 像公主这样光明磊落的人身边 毕竟 她的双手早已沾满鲜血 可公主才不管其他乱七八糟的 作为输家 她必须乖乖地服从自己这个赢家 就此 露娜只能接受现实 随后 公主在意刚才她说的浴缸是什么情况 露娜骄傲地介绍 男主有个便携豪华浴缸 只要泡一次 就有美容养颜效果 公主不淡定了 要求现在就要试试 事情解决后 男主亲自动手给他们做了一顿晚餐 公主瞬间就被美味的食物征服 而露娜则假装受伤 让男主喂她 男主信以为真 听话照做 公主不服气 她也要男主亲手投食 随后 轮到男主陷入两难 两个女生都想让她先吃自己的东西 次日 男主带着两人前来和骑士们会合 欧文了解自家公主有多难保 她猜到 男主昨天肯定很辛苦 随后她看向一旁的小黑子 昨天多亏的小黑子才避免公主受伤 接着她又看向露娜 谁能想到公主自己说漏嘴 暴露了露娜的身份 骑士们立刻对露娜拔剑相向 公主让他们助手 却又说不清前因后果 无奈之下 她只能让露娜把他们打倒 男主解释 露娜已经成为公主护卫 骑士担心 万一这是露娜计划的一部分 那公主就危险了 可他们却不知 昨夜他们就睡在一起 如果露娜真有胆心 公主早就死了 骑士见状姑且暂时收手 但他们依旧无法完全信任露娜 男主突然表示 自己没办法跟他们去王东 毕竟长假已经结束了 如果昨天没耽搁的话就没问题 骑士无奈 可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他为男主指路 等他有时间之后一路向西 就能到达王城 公主只能在马车上和男主挥手道别 露娜仗着自己身手好 突然下马朝男主飞奔 他还当着公主的面 抢先一步亲了男主 男主回味着之前的经历 意犹未尽 于是 他选择就地泡个澡谢谢火 不料 一旁突然出现一只小红猪在蹭浴缸 并且 他莫名其妙就被他驯服成为同伴 男主鉴定后发现 技能也升级了 他已经可以看到被鉴定对象的技能 小红猪虽然外表可爱 可等级和属性却高得离谱 男主让他释放圣域技能 他发现在圣域笼罩的范围内 整个人都变得更有精力了 此时 小黑子不慌不忙地叼着闹钟提醒男主 上学快迟到了 男主勉强没有迟到 泽田通知班级对抗活动即将召开 这次的项目是球技大会 体育课上分为两队进行足球训练 男主不懂规则 只能当守门员 小亮作为王牌独自带球射门 神奇觉得封建也能成为他们的秘密武器 他让封建原地起跳 瞬间吸引了场上男生的目光 黄毛趁机抢断 一路带球过人 并在一个大空位射出一记弧线球 他本以为可以借此扳平比分 可男主却仿佛瞬间移动一样 将球稳稳接住 小亮让他用力把球扔出去就行 他以为是和战斗时候投射神枪一样 可一出手 他却直接把球投射进对方的球门 这天 男主因为长得太帅被经纪公司盯上 对方邀请他加入演艺圈 不料却遭到了当场拒绝 其他人都惊掉了下巴 要是男主顺利进入演艺圈 也许就能见到有名的声优和演员 可男主却担心遇到不好的经纪公司赚违约费 目前他还想继续享受高中生活 社长阿姨迷茫了 他从未见过这么淡薄名利的年轻人 连不努力的机会都不要 随后 当红模特梅宇也出现在这里 经纪人拿出明天发售的杂志 这正是男主和梅宇之前拍摄的照片 接着 一张海报随风挑到附近 社长发现 学校即将举行球类竞技大会 他立刻构想出以拍摄大会的名义 拍摄和演艺圈无关的男主 然后 他再塞到出版社出版就行了 于是大会当天 周围全都是相机 男主参加的是乒乓球 而他的对手是长相着急的高中生 在男主眼中 对方仿佛是地下行业的专业人士 经纪人知道他的实力 在全国大会上也是不败王者 江湖人称狙击手 对方用奇怪的发球方式 给了男主一个下马威 男主担心伤人 只好提出弃拳 随后 他又被封建拉去参加排球比赛 社长不愿放弃 拉着手下跟着前往排球比赛场地 男主到场之后 队友已经不担心胜负 果不其然 他只用一个发球 就成功摧毁对方的比赛场地 对手不想死 只好弃拳 社长却很不满 只因摄影师止步着拍女孩子 男主因为自己毁了比赛而失落 附近突然传来惨叫声 只见女主手持球拍退出人群 扭头看到男主之后 女主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比赛 接着 他的队友被人用担架抬出球场 他还提醒男主小心那家伙的发球 他的对手表示 男主很快也会被人抬走 女主第一球发球失误 可第二次机会 他直接连球拍都发出去了 男主愣住了 他突然明白了之前男生的话是什么意思 为了保护自己 男主大包大揽 以一敌二 无论什么球 他都能打回去 并以压倒性的实力获得了胜利 放学后 女主守在校门等男主 他想和男主一起回家 作为谢礼 他提出一起逛街 男主当然不会拒绝了 毕竟 他觉得光是和他待在一起 就已经是最好的礼物 女主瞬间就被说动了 他让男主闭上眼睛 事后 男主只感觉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他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天 男主继续朝着大魔镜深处探索 可没多久 他就感觉身处气氛十分压抑 眼前突然出现一只山猪 一开始 他还以为是小红猪长大了 可就是这一个大意 他便遭到了山猪的袭击 攻击他的密云野猪虽然只有十几 但属性却变态的离谱 即便男主认真应对也不是对手 突然 出现一道白光将野猪踢飞 随后便出现一只大白兔 男主震惊了 原来 他原来连一只兔子都不如 而兔子的属性更是极端 他的防御力和魔力几乎为零 但其他属性则全部拉满 兔子一本正经地让他们给自己踢腿看一下 小红猪自到奋勇第一个表演 却得到不值一看的评价 接着轮到小黑子上场 虽然技巧生疏 但十分有潜力 最后轮到男主的全力一踢 兔子终于露出笑脸 男主是他们当中最有天分的人 随后 兔子亲自上场 为他们演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踢技 男主经过训练之后 也初步掌握了踢的技巧 接下来 便是实战训练 男主不解 兔子为什么要训练自己 此刻兔子已经将他当成了继承者 作为踢圣 他有义务栽培担任继承者的徒弟 并且 他要将自身的技术传授出去 兔子解释 这个世界存在好几个和他一样 被惯有圣之封号的家伙 那是由这个世界赐予 在各个领域登峰造极的封号 目的是为了从邪的手中保护世界 这也算是星球自身的进化过程 所谓邪是这个世界的负面能量 以及乐意在邪进化后诞生生命的存在 而他们这些被称为圣的存在 就是为了从邪的手中保护世界的 男主却打算拒绝成为继承者 踢圣没有抢求 只是今后在世界平衡崩坏之后 要是能多一个伙伴 那就代表能救下更多其他的生命 男主的潜力深不见底 就连他也看不透 所以 他才会选择男主当继承者 可男主依旧没打算当继承者 但他也想保护这个世界遇到的事物 因此他还是想要变强 踢圣答应为他训练 如果男主占他便宜的话 可以教他魔法作为回报 他看出这个屋子外的结界 只会接纳没有敌意的人 而能施展如此优秀的结界 那男主一定是伟大的魔法师 可他却不知 男主其实只是运气好而已 于是 两者成了互为师父和弟子的关系 事后 男主被一只野猪追逐 这是之前遇到的命运野猪高阶种 他需要杀掉野猪王 作为血耻战 而他们今后要对战的敌人血 则是更高级别的传奇级别 在击杀野猪王以后 男主到达了满级 他自身开始进行种族的进化 他将成为更加优秀的存在 而对人类来说 能进化的情况十分罕见 虽然他的外表没有变化 但他面板上多出了许多实用技能 踢圣让他回去休息 他自己则会暂时离开 可没多久 他还是被携侵蚀的公圣继承者找到 意外的是 踢圣现在竟然会魔法 踢圣表示 这都是跟男主学的 可他却没想到 对方会转移好罚对象 他要先解决一次踢圣徒弟的男主之后 再回来杀掉踢圣 而此时的男主 正在为期中考试的事情苦忙着 他的数学成绩很差 女主希望去他家一起准备考试 男主没有拒绝 这是他第一次带女生回家 在学习的时候 男主利用语言理解技能作弊 教女主古文和外语 中途 女主提出想去洗手间 他感觉被什么召唤一样 莫名其妙地来到了通往异世界的门前 男主找到他以后解释 这道门连接着别的世界 并且 只有他允许的人才能穿过大门 他坦白 他从异世界学会了包括魔法在内 许多地球上不可能拥有的力量 正是借助这些力量 他才能在之前的事情中救了女主 见女主似乎很感兴趣 他邀请女主去异世界看看 女主被异世界的场景吓了一大跳 男主告知他 小黑子和小红猪都是异世界的生物 小黑子的种族就是小黑子 小红猪则是名为孟怀的种族 随后 女主的面前也出现了能力面板 并且 他的初始属性是男主的失位 男主十分沮丧 自己当时真的是个废物 他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才提升等级 然后 他就莫名其妙地变瘦变帅 还多了八块腹肌 他认为自己是靠作弊 才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可女主却不在意 他还想多参观一下这个世界 虽然男主也想带他到处看看 但森林中有着强大魔物 一旦离开结界的范围 对他来说会很危险 女主没有继续坚持 但他要男主和他约定 一定要找一天带他参观异世界 男主希望他能对外保密 女主开心极了 既然共享了秘密 那他们就算是特殊关系了吗 而他感觉 此刻自己距离男主又更近一点 国王见公主回宫没带男主 反而带了一名陌生女孩 对此十分好奇 露娜上来就说他打算暗杀公主 因此才耽误了男主的行程 国王不理解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既然暗杀任务失败 那就代表着暗杀者必死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他会代替委托人送他一程 然而大宝剑却停在了露娜头顶 便再也无法前进分毫 他看出这把剑的特性 要是妄想挡下剑身 就会被轻易斩断 因此 他只绑住了国王双臂 公主对此十分生气 他最讨厌国王这样 只因阻止露娜寻死 和让他当护卫的人都是他自己 他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不料 国王还沉浸在被他说讨厌之中 迫于无奈 他只能答应让露娜当公主的护卫 事后 国王还是觉得很受伤 他看露娜身手很了得的样子 之后 他从欧文这里才知道 露娜是传说中的猎头者 欧文说漏嘴了 男主救了公主之后 就带着他们一起回家过夜 这下国王不淡定了 对方就算是女儿的救命恩人 他也不允许这样 看来 他还是让男主成为剑下王魂比较好 另一边 王子也得知了男主即将被国王召见的事情 甚至 就连之前暗杀公主的杀手 都是他派去的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公主和他争夺王位 王子担心男主入坠 威胁到自己继承王位 于是 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连国王也除掉 反正王位早晚是他的 现在只是把时间稍微提前而已 王子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封魔结界 一旦发动 结界内就不能使用魔法 外界也无法干涉 这样一来 保护国王的魔法师就废了 到时候 他只需要杀掉欧文和猎头者 以及国王和公主即可 就算行动失败 他也想好了嫁祸于人 他只需要把罪推到造访王城的男主身上 再找机会对其灭口 这样 他就能高枕无忧 此刻 男主趁着运动会之后的小长假 出发前往王城 路上 他杀掉一只睡眠羊 这次爆出一堆材料 以及名为极乐背的寝具 这是失眠者的救星 只要人钻进被褥 就能体验卓越的睡眠质量 随后 他来到附近的城镇 他还看到异世界限定兽尔娘 为了换钱 他找到商会出手现实世界的胡椒 对方经商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品质这么好的胡椒 因此 他出嫁一百枚金币 男主对金币的价值一无所知 对方说明 这个国家 五枚金币 就能让一家四口 一世无忧一整年 接着 男主乘坐马车颠簸了一路 他终于抵达了王城 王城的小姐姐不仅好看 就连人潮规模 也不是普通城镇可以比拟 小红猪提醒男主 王公就在前面 看着气态的城堡 他担心自己的穿得太随便 随后 欧文直接领着他前去觐见国王 男主像个乡下人一样 总是大惊小怪的 见到国王之后 国王的态度也是肉眼可见的变得糟糕 原来他还惦记着公主主动向男主求婚的事情 众人对于国王的性格十分无语 他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伸手暗示 男主没有反应 又引起国王抱怨 他生气地表示 见自己的可爱女儿 却连个伴手里都没有 公主忍不了了 你这糟老头 适可而止啊 男主道歉 毕竟 他之前完全没想到这一环 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 他希望公主能收下之前抱的极乐被褥 见男主拿出一床被褥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脸都红了 公主也没想到男主这么大胆 国王却气个半死 男主竟敢当着他的面勾引自己的女儿 他还想让公主登上头晕目眩的极乐世界 男主对此十分疑惑 可他殊不知吗 这个国家有个风俗 如果送异性请聚 就代表着你想要和对方结婚 同床共枕 国王拔剑想要躺了他 关键时刻 一变发生了 周围出现一圈蒙面刺客 魔法攻击在对方的蜂魔结界面前均已失效 接下来的剧情将是国王和公主死在当场 只可惜 他们错过了男主的实力 一人一狗联合出手 只花了两秒半的时间 刺客已经被消灭 公主兴奋之余 再次投怀送报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男主已经被国王千刀万剐了 这时 骑士在刺客身上发现代表王子的徽章 自那以后 国王独自回房不愿说话 骑士拜托他帮公主一起解决此事 于是 男主来到公主房外 他正好遇到了出门的公主 他完全没被刺杀事件影响 提议带男主去王都参观 露娜反对 此刻王子还没抓到 因此不适合干这种事 但公主却不担心 如果王子再派刺客 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露娜吐槽 这些都是借口 他就只是想出去玩而已 为了保护公主的安全 露娜提出由他带男主参观 见两个女生都不愿意对方和男主独处 欧文表示让我来 最终 欧文只能默默地在身后警戒 公主想去珠宝行 露娜则想去打铁铺 两人互不相让 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而男主则时刻关注周遭 没有察觉带有杀气的视线 男主表示了对冒险者公会的兴趣 毕竟 她经常要跟魔物战斗 露娜见状带她去注册冒险者 一旦成为冒险者 她就能轻松交易魔物素材 还能接受委托赚零花钱 见露娜想跟男主一起注册 公主希望她能留在身边 然而她也没办法时刻待在公主身旁 毕竟 她也需要其他赚钱手段 露娜表示 她要是想跟男主在一起的话 就一起进去注册好了 公主终究是被激怒了 她没办法接受露娜和男主独处 还是一同跟了进去 申请表需要填写魔法属性 看这个项目 男主感觉魔法有属性是一般常识 此刻她才理解 贤者为什么担心 他的常识和一般常识的落差 如果暴露自身全属性的话 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 传送阵的事情也不能提及 文托起见 她只写了常用的三种属性 随后 他们还需要填写魔力量 为了避免冒险者谎爆面板数值 所有人都要通过魔力球测量 露娜因为不擅长魔法 因此魔力球呈现黄色 当男主触摸魔力球之后 球身冒出刺眼白光 随后 她直接当场炸裂了 这说明她的魔力高得离谱 接着 工会小姐姐又发现 她会三种属性魔法 在这个世界 男主这种存在 就跟传说故事中的角色一样 男主还是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她开始庆幸 还好自己留了一手 很快 两人分别获得了自己的工会卡 按照惯例 她必须从最低阶开始 唯一区别是 这里没有业绩要求 任务她想接就接 不过采集任务如果超过规定数量 还能获得额外报酬 很快 男主就被一个大姐姐缠上 对方也是冒险者 所以喜欢强大的男人 而能让魔力球炸裂的男主 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而大姐姐的实力 就连露娜也不是其对手 她在介绍自己叫格雷娜之后 便潇洒地离开了 如果有机会 他们可以在一起接委托 为了保护男主不被那种女人吃了 一个冒险者身份 和所有穿越到异世界的男主一样 男主第一件冒险委托也是采集草药 借助鉴定术的帮助 让她采集难度直线下滑 公主享受着大自然的气息 丝毫没有被刺杀的觉悟 她还想跟大家一起野餐 见露娜采集药草很轻松的样子 她提出和露娜比赛 谁采集的草药多 赢的人可以独占男主一整天 宠物们也来帮忙 小黑子找到一株魔力回复药草 小红猪则找到暴毙草 草如其名 如果直接吃之后 就会立马暴毙 消失片刻的欧文则突然出现 她的手下已经发现了王子的藏身处 她希望男主能提供协助 露娜则带着公主回到王宫 之前欧文就坦白过 暗杀者一般都是身负其迹的人 一旦万一发生意外状况 他们守卫大概率不是他们的对手 她说什么都想要避免让王子再次逃走 此刻 王子正躲在国王为了隔离他所设立的宅邸 很快 男主便被带到一处破旧的房屋外 周围一片安静 男主本以为王子可能已经被制服 不料刚一打开门 一柄飞刀就直接命中士兵的大腿 室内 王子正挟持着人质 男主吩咐小黑子扑倒王子 解救人质 此时 王子已经犹如困兽一般 王子大吼着让大家退后 不然他就杀了他自己 反正大家肯定都觉得他是个罪人 最好早点从世界上消失 就算他死了 也没人会感到悲伤 男主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他走上前去 轻易就将其制服 欧文十分感谢男主 多亏了男主 这次才没酿成大祸 就在众人即将逮捕王子的时候 不出意外还是发生了意外 一位引发少女突然闯入房间 并判定王子是个废物 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只因他的计划不周全 再加上运气不佳 才导致今天的局面 王子希望对方救自己 他以为少女的目的是让他坐上王位 再让自己也身居高位 然而女孩的真正目的 却确实让他撑王之后 再在世界引发全面战争 他想借此消灭大量的人类 而他此刻前来 就是为了除掉废物王子 女孩提前预判了欧文的走位 控制箭矢封路 正是为了收集这些箭矢 他之前才迟迟没有露面 男主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少女坦白就是为了消灭人类 男主不得不出手制造结界保护重点 少女从旁人口中得知了男主的名字 原来 他就是疑似踢圖地的那个人类 虽然他想解决男主 但可惜以男主的实力 就连他也需要使用携之力对付 但之前的战斗让他状态不佳 因此 他不得不暂时撤退 男主却无法相信 和谐有关的人竟然是这样的一位女孩 画面一转 王子最终还是被带了回去 王子在揭开面具之后 竟然是一张遍布伤痕的丑陋面孔 就连国王对这个亲生儿子都不忍直视 公主则是投去同情的目光 王子对此十分愤怒 他如今的模样 全都是他这个妹妹造成的 因为他曾经的魔力失控 害得王子无辜遭到波及 国王为公主开脱 他的伤势和疤痕应该都治好了才对 可他却不知 身体的伤好了 但这却让王子的心理出现扭曲 只因他的身体 暴露在公主庞大的魔力中 就像置身于疯狂的激流 他也因此萌生出了 无法抑制的破坏冲动 最终 他不得不借助伤害自己来压制破坏玉 他憎恨国王 他明明一直都知道 却并没有对他伸出援手 国王辩解 他是中了诅咒才束手无策 王子也因此遭到了隔离 可这却愈发刺激了王子的破坏冲动 让他极度想要毁掉公主 由于容貌丑陋 精神异常 他这个王子已经不配在人前抛头露面 王室就此抹去了他的存在 这段时日 他仿佛生活在地狱 男主听后 多少有点共情 他觉得王子的遭遇和曾经的自己十分相像 王子绝望地表示 与其这样活着 不如干脆杀了他 男主突然伸手 他希望尝试做件事 他从次元代理取出自己的恢复药水 随即渐渐走向王子 并且他强行将药水淋在王子的身上 奇迹发生了 王子身上的伤疤突然消失了 他来到镜子面前 看到自己又恢复成大帅哥 男主解释 没有任何伤势 是他的药水解决不了的 得知药水就是复原草 在场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他这才想起来 复原草的说明中提过 这是传说中的草药 可即便恢复颜值 王子却依旧心如死灰 他犯的是死刑 怕是跑不了了 公主却主动原谅王子暗杀自己的罪名 王子愣住了 他觉得 这事可没这么简单 但对公主来说 这件事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他作为被害者 说了要原谅 那就大事化小 大臣们想说他和黑暗公会有牵连 可公主却无所谓 毕竟 他的护卫原本也是暗杀者 况且放任暗杀公会壮大 身为王族的他们也有责任 公主希望国王和他一样 都原谅这次王子犯下的罪 国王听到女儿都这么说了 也只好答应 除此之外 他还想和王子重新修复兄妹情义 王子成功洗心革面 虽然免除了死刑 但他还是被没收了全部领地 而接下来的话题 便成了给男主什么奖赏 女生们就谁当正宫产生了激烈分歧 国王却接受了王子的提议 将没收王子的家产 全部转到男主名下 并且 他正是受以他歧视爵位 女生们十分不爽 毕竟 财富地位哪有女人好啊 这一天让男主累得身心疲惫 回房倒头就睡 在梦中 他和白发少女在会 却被他打得十分狼狈 男主从噩梦中惊醒 他看向窗外 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再次和对方战斗 但他没想到这一刻会这么快 小黑子突然神色戒备 果不其然 神秘攻击就此向他袭来 身负邪之力的白发少女再次出现 只因男主可能成为他复仇计划的阻碍 因此他必须提前除掉男主 男主不清楚前因后果 只能先将少女打倒再问 战斗前 他用隐身斗篷藏住小红猪 此时 女主来找男主学习 见大门有条缝 他便擅自进去了 虽然男主说过森林里有魔物 可远方的战斗动静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时男主略显不敌 他不解 对方既然是复仇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需要被报复的事 少女不打算解释 并继续对他出剑 男主避开了攻击 成功近身用踢技将少女踢向空中 之后 他再配合小黑子将他击落地面 少女愣住了 他使用弓胜的力量对男主连续射击 逃跑中 男主发现了女主也在 等男主回过神 他已经被少女瞄准 当弓箭射出之际 踢圣终于出现 将剑踢飞 此前 他去调查得知 少女就是被杀害的弓胜继承者游帝 他之所以毁灭世界 就是要给弓胜报仇 踢圣觉得弓胜肯定不这么打算 游帝却认为 直到斜线身前都没有任何作为的踢圣什么都不懂 弓胜一直保护人类 可人类却背叛了弓胜 还将弓胜杀死 然而从写手中保护世界 是他们胜的使命 也是和这颗星球的契约 不管遇到任何事 他们只能默默接受 而用圣的招式破坏世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游帝无所谓 他只是继承了弓胜招式 却没有继承弓胜封号 他更加不会在意什么契约 说吧 游帝打算以一敌二 男主试图用踢技攻击 却遭到游帝之前射出的剑阻拦 弓胜的能力便是能射出预知之剑 踢圣让男主模仿他的动作 面对游帝再次射来的剑势 男主在脑海回想踢圣的动作 并成功复刻 这次他终于抵挡住了攻击 黑子偷袭 咬住了他的腿 吸引注意 踢圣的攻击紧随而至 作为圣者 他们的责任就是无怨无悔地帮助人类 然而游帝认为 那些害死攻胜的人类毫无价值可言 他认为这些行为毫无意义 而踢圣则表示 人类的价值并不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既然你们无法决定价值 那我就会摧毁这一切 说完 游帝就释放出邪之力 就算是成为邪恶的傀儡 他也一定要毁灭这个世界 于是 激烈的战斗在游帝和踢圣之间爆发 很快 踢圣陷入了下风 正当形势危急之际 一只小红猪主动站了出来 冲向战场 小红猪展开了他的技能 神圣的领域很快笼罩在游帝的身上 邪之力瞬间消失 失去邪之力的游帝立刻丧失了战斗能力 被男主轻松击晕 踢圣解释道 这个世界不仅有圣者的封号 还有一些神圣存在来和谐对抗邪恶 而小红猪就是其中之一 他将游帝交给了男主处理 因为有小红猪的存在 邪之力已经失效 当游帝苏醒过来时 男主好奇地询问宫圣是怎样的人 在游帝的眼中 宫圣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 博爱的存在 这时 男主才想起女主还在异世界 突然 一只魔物出现在女主身后 男主迅速挥动神枪将其击败 看着站在原地的女主 男主坦白 这样的场景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而她之所以能够形象大变 是因为在这个世界进行升级的缘故 真正的她可能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但在女主眼中 她从就自己的形象到现在 一点都没改变 她仍然是那个心地善良的小胖子 而正是因为男主的善良本质 她才会这么喜欢男主 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 她都能一眼认出男主 本季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至于之后 穿梭两个世界的男主又会发生什么故事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